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在台灣生活久 有一些其實很怪異的事情 我們自己慢慢就會 彼此互相規勸說 台灣就是這樣 然後我們就慢慢就接受 習慣了 我們的新聞真的播非常多美食 小事情 小吃 就是我們應該全世界新聞裡 講最多小吃的東西 而且他們介紹完喔 也不跟你講是哪裡 是 可是它通常會有一點線索 比方說老闆叫做徐希蒂 然後你就上網去搜徐希蒂 然後比方說貢丸湯這樣 可能就可以找到它 可是我看到好幾次 是沒有任何線索 所以妳很用心在看喔 也不是啦 所以我們需要呢 不住在台灣的 可是來到台灣的人提醒我們 就是我們到底有哪些奇怪的事情 所以我們今天邀請了很多 來自其他國家的來賓 歡迎各位 你們好 歡迎 六位男士當中 費丹妮來過了 來過了 他是巴西人 對 然後我們在錄影的這一天呢 是 巴西在足球賽放下了一顆 很奇怪的紀錄就是 巴西跟德國踢 結果德國7分 巴西1分 而且你剛剛在化妝廁 我看他就是 一直蹲那個賀少霞 他蹲得很兇耶 很怕耶 賀少霞 你是德國了 是 因為台灣如果比方說 我們的球輸掉了 棒球輸掉什麼的 哭 有哭嗎 會耶 會 會 有些球迷滿熱起來 還是會哭 像這樣子如果在巴西的話 是會哭嗎 所有人有哭耶 大哭嗎 大哭耶 真的大哭 小掉國旗耶 他們小掉自己的國旗 然後罵總統說為什麼我們輸了 真的 太誇張了 那會攻擊球員嗎 會攻擊球員嗎 有 會 因為對巴西人 那個是非常的重要 賴上剛說 在日本如果你把芥末 用蓋子夾了抹到醬油裡面去 是非常不禮貌的事 我聽說過這件事 真的是不禮貌 你在日本結果做了這件事嗎 就是我在這邊 就這樣子的吃法已經很久了 你第一次看到我們這樣做的時候 這第一次真的是 這個好像芥末就不用剪了 真的是 一般是如果是要加的話 醬油裡面加一點一點芥末 可是台灣是那個芥末裡面加醬油 全部都是綠綠的 那把它拌在一起可不可以 拌在一起 是可以啦 有些地方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比較高級的那種 握手指的店 如果是直接醬油裡面加 綠色那個芥末的話 大家就說這樣不行 那馬上就有一點會 師傅會不高興 會很不高興 日本是一個人一個米嘛 就是一個碗嘛 然後在自己加多少 就是自己控制 可是台灣就好幾個人 裡面大概兩個 然後裡面還沒有開都 就...一直都... 綠色的 沒選擇一定要站在那邊 對 很多海產店會這樣 對 過得也兩個盆 他吃的應該都是板得的啦 對 板得 板得比較會這樣 瑞克說他在台灣說自己是歐洲人 然後被人家懷疑 對 他看起來滿土的 你是真的義大利人嗎 我是 可是有很多人 他們以為我是新疆人 我不知道我什麼 新疆人 他有像 有...有那種感覺 有那個福祉的感覺很像喔 你是義大利哪裡 羅馬 羅馬 因為你如果說是原住民 也有一點點像馬 他很開心 你下來說 好開心 謝謝... 我真的很想當原住民 等一下 真的 對 你也不太像土耳其 因為有一些人覺得 我是太白的 他們會覺得你是好像是美國 我說是土耳其的 他說什麼可能這樣 你是在台灣變白的吧 沒有 我原來是白的 那沒有人才相信我 他說有些人說你是哪裡人 我說土耳其人 他說什麼可能 後來我說大家說什麼可能... 好 改天我打Taxi 他說武鳳你是哪裡人 我說我說台灣人 什麼可能 對 我說我說土耳其人 什麼可能 沒有 你要什麼可能 你有打美白針對不對 沒有 完全沒有 我就是現在在進去那個 剛好是化妝師 完全沒有人那個就是這樣 所以土耳其人其實是白的 我是白的 武鳳 土耳其人 賴江江日本人 孫勝熙小姐是韓國人 我是韓國華僑 妳是華裔的 對 所以妳從小就會中文嗎 是 我爸爸媽媽希望我們 都可以講中文 雖然我們的生活上 會講很多韓文 他說韓國幾乎沒有地震 韓國 對 幾乎沒有 沒有 安全 是 所以等於在日本 韓國 比起來的話 韓國是非常沒有這種可怕的事情 對 在這個部分是安全的 所以妳經歷台灣地震的時候 妳很害怕是不是 因為我們家 我們姑姑家住在頂樓 十一樓 台北市 對 然後那一次滿大的 我就打開門衝出去 然後跟姑姑說 在抖著說 苦苦地震這樣子 然後她就笑著說 沒關係啦這樣子 現下的人 土耳其有地震啊 土耳其有很大的地震 對 日本當然不用講 台俄羅斯呢 完全沒有 也沒有 但妳在台灣碰到地震不就嚇死 嚇死 真的是 我是覺得是這個世界要完蛋了 那個時候當下 當下我就說 斬了 完蛋了 妳是會衝出家門口那種嗎 還有我一直想起 我奶奶跟我講的 她說 妳要搬到那邊去沒有關係 可是那邊有地震耶 她覺得這個是對台灣來說 大概沒有辦法說服力的 一個很大的事情 對 來自沒有地震的國家是 巴西沒有 沒有啊 然後澳洲 澳洲沒有 澳洲沒有很多動物會嚇你所以 對 澳洲很多很厲害的動物 還有鯊魚很多 澳洲 義大利沒有 義大利有 可是跟台灣比算是小卡 當時好笑的來了 就是有一個很小的地震的時候 整個城市就垮了 因為我們沒有任何的 就是看地震的大樓或什麼之類的 所以你們的建築物 不是用來對付地震的 對 那德國沒有地震 所以怎麼好 可是洛杉磯有啊 常常有 還好是不是 對 還好 我在台灣習慣了 Albert呢 西班牙 西班牙 西班牙沒有 所以我還沒習慣 那所以你在台灣 台灣遇過地震了 遇過 但是 對 有時候會 在台灣住這麼久還是覺得好可怕 還是很可怕 我覺得好酷耶 就是 很酷 很酷 因為我第一次感覺到那個地震 我在睡覺 然後那個所有的東西開始動 好像感覺是抽冷 好像抽冷的感覺 可是現在有很多 現在有很多人 他們習慣沒有穿衣服睡覺 像我 那有地震的話非常不方便 如果我要衝出去的話怎麼辦 他很想要跟大家講話 是不是會穿衣服 對啊 而且妳知道他有件事要跟妳講 他都學妳說話 不敢... 對 什麼 學妳的姿勢 我不會說不敢不敢啊 不是 他好像每天都要看康熙 而且還要看重播 然後他朋友都會說 他講話越來越像小S 他們有一個形容詞 可是在這邊我不能講 可以講啊 沒關係啊 聽看看 我怕等一下就會熱皇后娘娘生氣 不會 我EQ很高 好 他們說我這樣的很賤 講話很賤 說講話很賤嗎 沒有 講話的方式很賤 因為跟我很像嗎 這也不是我說的 請大家說出來嗎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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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回義大利是不是 我來崇拜我的偶像小S 妳是來念書的嗎 我不是 我本來是來公讀博士學位 然後畢業了 現在有不同的學位 請問妳念哪一方面的博士 翻譯方面 因為我本來就是從事 口比異工作這樣 所以妳是拿康熙來了 當成妳學翻譯的方法嗎 好 如果想要講好聽一點 也可以這麼說 所以妳會講流利的中文 還有什麼 我的工作因為是 英文 義大利文是我的母語 然後中文 法文這樣子 看不錯喔 也不算多 因為歐洲有很多競爭力很強 所以如果妳的工作語言沒有很多 其實也沒有什麼工作的機會 所以妳需要翻譯的是書籍 還是需要翻譯人類 這兩個都有 其實我最大的夢想是 可以把看人格的書 翻譯成義大利文 對 他真的砸屁精耶 你坐到前面來好了 你坐到前面來好了 如果耶 還可以解賣五本嗎 就是 可是義大利人 有在在乎說話的方法嗎 有 他們非常喜歡說話知道 所以其實我希望把這本書 可以先翻譯成義大利文 撕看妳的假面去吧 真的... 妳是想要演嗎 所以柯林從今天開始 可以連續來十天 對啊 也是把妳都翻成客家版 聽起來 義大利人也許很重要 說話知道 可是他們完全不知道我是誰 但不會鳥我 Jimmy 你從澳洲來是 來做什麼 我賣酒 我是台灣的公司 不是 澳洲葡萄酒你喝嗎 我喝 台灣的 在桃園我們有酒廠 所以你來是要教台灣人 你們澳洲釀酒的方式嗎 不是 本來我來台灣學中文 可是我跟我的老闆認識了 他說了OK 我要你來我們的公司 那個幫我們 我說OK... 所以他是去工作 他不是從澳洲進口酒 不用再多糖吧 對啊 不過台灣的酒線 應該是很好喝吧 很好... 之前我們只吃到那個高粱 可是現在我們有很多 不一樣的品牌 那個福特加 香味道這樣 這個也可以接受 能吃就好了 這個可以 對 賀孝霞從德國來是... 本來是來學中文 那後來上大學讀研究所 然後我一二就畢業了 然後現在就做這個 這個 這個 上節目嗎 對 藝人 那目的還算不算吧 就是你接到很多上節目的 那個嗎 工作 對 台灣特有MOTEL 華人組我笑到不敢住 情侶約會是去... 應該多多少少少的 是叫做什麼 其實他們很常用外來語 就叫MOTEL 你們說的是那個嗎 對 你們說的直接開進去的 那個是完全台灣的文化 MOTEL的觀點跟那個完全不同 然後我進來 為什麼這個廁所有一個很大的 那個鏡子 都是透明的 我那一床是床裡面震動的 他們的一些事情 吃占了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除了芥末事情之外 瑪格莉特覺得台灣人 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是天氣這麼熱的時候 請你回答 因為你常常在天熱的時候 因為湯一定要熱才好 而且重點 我們喝熱湯的環境 都有吹冷氣啊 沒有 夜市 夜市那一種的 他說他在夜市 看到很多人在天熱的時候 還吃一大碗冒煙的東西 然後汗一支流下來 冷掉燉排骨這種東西 可是因為湯你真的冷掉不好喝耶 可是他覺得天熱就不要流汗 對 不要喝湯就好了 但我們真的很愛喝湯耶 我之前晚上去美國 大概三四天而已吧 我喝到一碗熱湯 我超感動 就是那種中式的熱湯 我還覺得 這才是我們真的要喝的東西 你去超市買罐頭湯 熱一下就好了 沒有耶 就是那時候 就一直在吃漢堡什麼的 然後後來就... 後來忍不住口去辣裡面 所以你可以回答瑪格莉特 為什麼天氣這麼熱 你還要喝熱的湯嗎 因為真的 其實台灣人覺得 但喝到滿頭大汗也沒有關係嗎 爽...真的爽 而且你喝到如果湯了 你家裡會不會不爽 對 喝到很多湯 不然日常都要吃嘛 像便當 日本人是炒飯做的便當 是冷戒掉 中午吃就這樣子直接吃 台灣一定要用微波加熱一下 不然就不吃 那是這樣不好吃啊 日本人... 台灣人習慣就是要吃熱騰騰的東西 不管是飯或者是湯 台灣的爸爸媽媽很喜歡 叫小孩子說趕快來吃飯 不然都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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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不是扮成乃哥 你幹嘛用乃哥 沒事... 我後面... 阿琳哥 我後面去體驗一下 我發現到其實友達的好處 對 友達的樂趣 其實韓國也會很常喝湯 然後他們就會說以熱致熱 對 還有他們喝的時候會講說 好涼快喔這樣子 很奇怪 就會講好涼快這樣子 韓文怎麼說 休息一下這樣子 休息一下 然後其實一直滿身大汗嘛 對 然後喝著熱湯 休息一下這樣子 要說服自己 其實像是台灣對這個冷 跟我們的冷完全不一樣 譬如說冷就是中文 就是英文是cold 我們第一次來到台灣的時候 因為土耳其林 也是在夏天的時候 很喜歡喝一個就是cold飲料 然後我們進去一家餐廳 我說你好 小姐 我要喝冷水 就是cold water 他給我的是...明明就是溫的 我說這個是溫的啊 他說不是 就是冷的啊 你們都不要喝溫水嗎 義大利人喝溫水嗎 可是如果人家點的 明明是冰水 為什麼要給他熱水 因為他點冷水 對 他沒有點... 因為那個時候... 拿你的抽活該 不會是要的 或是要的 或是要想要說 他很感謝這件事說 台灣餐廳給水 沒有要另外收錢 有的還要收吧 有 國外有 有的還是要 台灣也有 台灣現在如果有的你點水 有的餐廳是會直接給你 那種礦泉水 他們沒有那種... 台灣的服務 台灣的服務很好 我跟你們說 真的台灣的服務很好 我在土耳其 進去譬如說看足球對不對 你進去看足球 喝就可能是一瓶啤酒 還是一杯茶 30分鐘 第二個還沒有喝嗎 你也需要喝 那你喝第二個 他說第三個也不要喝嗎 他一直給你 我一直在喝 台灣已經去商店裡面 一瓶啤酒 可以明天離開都OK 那一瓶給你給 服務員都不會問你 先生要不要急速喝 不行 就是一瓶放在那邊 睡覺 我想你去的是生意 很不好的店 沒有 台灣人真的是太... 而且一杯酒喝30分鐘 也太久了吧 沒有 台灣人非常的溫柔 這個是跟國家比較的話 譬如說我在土耳其 有一天點那個飲料 還沒有來 我跟台灣說 不好意思 先生 我點一個飲料 30分鐘還沒有來 就是那個服務員說 不好意思 對不起 是這個樣子 對不對 在土耳其有一天我點 不好意思 我的飲料還沒有來 等一下來 等一下 我可以 等我一下 我才忙 是土耳其人 對 你的媽媽來 土耳其人有那麼兇嗎 不是土耳其 就是在台灣的話 溫柔 當然土耳其人 我在德國遇過這個事情 就是他45分鐘都沒有送來 我就跟我的德國朋友說 我說我們要催他一下 然後我的德國朋友就跟我說 催是不禮貌的 不要催 他不要來怎麼辦 不能問對不對 我們可能會怕他會偷偷 可能吐口水 所以可以催吧 要禮貌一點 在你們的餐廳 叫水是要另外付錢的嗎 巴西不用 不用 洛杉磯 它是一個律法說 你必須送免費的水 是一個法律是不是 對 是一個法律 法律耶 對 一個法律 所以曾經有過爭執說 對 曾經有過就是要賣 可能30塊台幣 對 但是這個是不合法的 你要送免費的自來水 30塊還好 在德國一杯水100塊 對啊 非常貴 是很貴的牌子的礦泉水嗎 沒有啊 就一般的啊 很一般 太貴 而且你也可以那個就替泡水 或是一般的根本沒有那些泡 就... 就一般水... 那種水一樣嘛 那那個還100塊我覺得... 我覺得很不理嗎 所以就是說吃東西之外 你只要要水就要錢 要 一定要 沒有免費的嗎 沒有 你們都覺得我們的新聞 播太多吃的東西了嗎 還有行車紀錄器啊 沒有... 那應該在新聞那個節目 應該有一個隱私節目 播那些東西 但是新聞是新... 所以那些吃的本來就存在很久了 那都不是新的 可是你不覺得我們台灣電視台 有一百多台 你覺得這個很神奇吧 我覺得很奇怪 你們的新聞的頻道 非常的多 比德國人多很多 但是你們國際的新聞很少 對 台灣就是鬼島嘛 為什麼是鬼島 因為就是在過 對不起喔 對不起 然後我沒有人 對不起 不是我自己的想法 是台灣朋友跟我講的 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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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把自己... 不要撿到 不要撿到 OK 台灣朋友就說我們是鬼島 我說為什麼是鬼島 因為就是太...就隔離 太封閉了 我覺得應該要播國際的新聞啊 可是我覺得我們不能一概而論啊 比如說那個... 那個CC世界週報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好的 就是新聞的 她在我們這裡稱讚陳文謙的節目嗎 是 不是...我不是這個意思 麻煩你 我不要說話 我不要說話 不是啦 我們美國人 懂我的意思嗎 我知道你的意思 所以可能你們要切帶一堆電視 所以你是很崇拜陳文謙對不對 我非常崇拜她 還有你 她非常用內行 當然 那陳文謙跟她的人要投拜誰 陳文謙跟小S 選一個 要選擇 對 要看做什麼了 要做什麼 那你想做什麼 那你想做什麼 什麼呢 不是 我的意思是 要看小河做哪方面呢 還是出去玩啊 不一樣 不能隨便這樣單純的選嗎 對 要關在電梯裡十分鐘 那一定小S 因為他們鬥我開心 對 你就這樣 你就是個仇角的公司 所以... 不要緊急 然後播太多的吃的東西之外呢 他們現在研究一件事情 是關於做捷運 請問有做捷運嗎 有...我都會做捷運 你也有做 當然啦 還是做啊 旁邊呢 他上次被207就是 種捷運過去的 他跟到捷運啊 對啊 你上次去Motel是搭捷運去的 先搭捷運 然後再... 對 他在詢問你這件事情 因為我忽然想到Motel這件事 日本當然有很多 然後韓國呢 Motel 就是情侶約會是去... 應該多多少少 Motel 是叫做什麼 其實他們很常用外來語 就叫Motel 就叫Motel Motel 對 可是台灣的好像是比較... 比較...你們說的是那個 車...那個... 車子直接開進去 那個是完全台灣的文化 對 這只有台灣 因為它是國外 不是美國的文化 而且美國的文化很爛爛 台灣的是那好到那個 比一般五星級更漂亮 美國的你講的是電影裡面那種 殺人鬼都在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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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都在那邊 鬼都在那邊 進去都出不來那邊 請問你們有去過台灣的Motel嗎 我一次...因為我在... 就是我第一次來台灣我在旅遊 然後我在找一個地方住 然後我剛好遇到一個Motel 然後我根本不知道 台灣的Motel的觀念 跟美國完全不同 然後我進來 為什麼這個廁所有一個很大的 那個鏡子 透明 都是透明的 我就殺到了 為什麼我沒有那個Privacy 我可以 沒有 那你常常去床也會一直震動 那你常常會震動 那你去有沒有看到很特別的椅子 對... 你去住的時候 他們有沒有告訴你 這個地方是每三個小時 算一次錢 他們沒有跟我講 對 我後來沒住那裡 因為我覺得這裡好像 不是我想要這個方式 這題要請你跟外國朋友 解答一下 所以是三小時算錢嗎 基本上都是三小時 有的是兩小時 那你也可以過夜 過夜就另外在 所以我如果只是一個旅客要住 不是要幹嘛的 我可以住一天嗎 可以住一天喔 可是是不划算 要看 譬如說如果你下午三點之後 就是十二小時 就是十二小時 可是三個小時你在幹嘛 我有點不清楚 你問他 Just take a rat Take a sh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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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請對 來,請我再贏 來,請你來 這幾個小時 對,請多ians 捷運讓你規定不可以 尖指甲嗎 沒有規定 那是一種禮貌嘛 尖指甲超怪的 你會在捷運上梳頭髮嗎 不會 所以你們...你們都有搭捷運 是 有看到梳頭髮的舉手 是 應該有 你覺得很沒禮貌嗎 我覺得很噁心 因為我不曉得 我到底碰過什麼狀況 可是有一些女生她們在那邊 而且年輕女生她們不是 對嗎 如果她怎麼動我一定這樣梳 像尊女一樣 那是半月吧 對 然後她們在那邊用手 或是那個梳頭 然後一直掉頭髮 一直掉頭髮 離開之後那邊一撥毛在那邊 我就很噁心 然後她們很愛剪指甲 剪指甲不可以來 她現在在裡面吸著不感覺 妳有看過剪指甲嗎 我有看過 就是我在捷運 然後旁邊的人她在剪指甲 然後她把她夾... 對 剪指甲 我就快吐了 真的 真的 我有看過 妳孩子進來完全沒有化妝 對 淡水 她被這張已經整個夾睫毛 什麼都好了 對 彩虹什麼都好 但是直接不囉嗦 大的金子拿出來 然後就放在那邊開始 所以妳在看她這樣 她有...她有覺得... 什麼都沒有開始 她皮膚什麼都沒有 她有開始什麼 然後先乳液啊 然後呢就是翻篩 然後呢就是一步一步 一層一層慢慢的來 然後頭髮有髮膠在那邊噴嘛 對...就整個是把它... 妳也有這個噴 那個我不記得 可是我記得就是從... 完全沒有裝 所以車上的人都在看這件事嗎 對啊 那她不在乎 她不在乎 她一邊這樣畫一邊... 可是我還滿陪伴的 他們都不會掉眼鏡裡面去 他們真的很厲害 可是捷運上還有另外一件事情 不然只要上捷運 他們都會一直看著 一直看著 真的嗎 對... 所以不知道是因為你是外國人 你說你們上捷運都會被看 我現在沒有辦法 我現在都戴那個口罩 我覺得真的很不舒服 那我都假裝了 我看什麼都看不到 我站在那邊 那一個女生 一個阿嬤 阿嬤 你... 大概一分鐘 一直盯著我 對... 我戴墨鏡 對... 然後一開始我已經 就是我們第一次來台灣的時候 很多人就是那個時候在看你 對 你好 外國人的人 美國人... 我不是美國人啊 然後... 然後我這樣就是講 講一點點台語還是講 各位 看到了沒有 那兩個人看到一個外國人 在講台語 趕快來看他 看... 我覺得 你說說得沒錯 最離譜的事情是 可能有一些觀眾朋友 他們看過你 然後他們說 你看 那個... 可是如果你看過我們 你明明知道我們會講中文 為什麼要對我 我在面前講幾句話 因為現在大家知道 我可以上節目 大家知道 武鳳 但是有一些人跟我說 Hello 武鳳 How are you Can you speak English 你不知道我在電視 一直在講中文嗎 英文都聊不去 武鳳 那個是你剛來台灣的時候 我剛來台灣 那你現在還會碰到這... 還是會的 是武鳳嗎 我跟人家說 是武鳳嗎 不是 現在還會有人說 外國人 外國人之間 還是會甩 有些人說 武鳳嗎 他說 不是 武鳳比較甩我 武鳳啦 武鳳... 有些人說 是武鳳嗎 我說不是 我是吳宗憲 吳宗憲 沒有 還有很可怕的 我頂次來台灣 帶我兩個外國朋友去奪物園 奪物園喔 那個時候大家在胸毛的時候 小朋友說 爸爸 你看旁邊有外國人 不看動物 他現在看我一對這樣看 真的假的 我覺得我這邊是一個動物 對... 那我跟妳說直接翻譯 現在還有這種事嗎 但是在旁邊有這種事 他們講的應該是 20年前的談話 沒有... 現在還有人說外國人 有嗎 不止... 比如說很多小朋友都愛看我 他們說媽媽 你看一個外國人 他是一個爆炸頭耶 一個爆炸頭 對 大人還會講說外國人外國人嗎 有的動物很可愛 所以我要當了五威雄 所以我覺得沒問題 所以都不可以 五威雄 我可以放很多外國人 就土耳其人 動物園裡面可以放土耳其人 放德國人 大家可以這樣喔 土耳其來多 他們是不是看你的眼神 是覺得你們很帥 沒有... 也有 我覺得他們說他很帥 我會開心 但是有的時候就是靠太近 然後特別... 他們比較好 一看就知道是外國人 像我們是通關的外國人的話 我剛來的時候 不會講中文的時候 你是白痴 不可能啦 我剛來的第一桌就買那個 國小一年級的褲本 然後他仰上來了 然後在旁邊來說白痴 你為什麼會有這個人是不是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現在發生這件事 真的啊 真的啊 我在剛來台灣的時候是這樣 他剛還在大部叫做日本人啊 可是他那口音一聽就說 對啊 我們一點點這樣做差不多 尤其是亞洲的朋友 所以如果坐電梯的時候 你在電梯裡 會覺得小孩子一直在看你 有... 那媽媽會立刻說不要這樣嗎 不會 到時候你跟大年新聞 媽媽有時候會拍照嗎 拍照嗎 對啊 媽媽會拍照 對... 拍照 對... 偷拍外國人 不是偷拍啊 大大方法 那他們如果說 我們想跟你拍張照也可以嗎 可以 小鐘怎麼會 現在台灣人 還要跟外國人說 媽媽會鼓勵他 我才知道媽媽會鼓勵他 很久以前我檢包卡 我要處理檢包卡的時候 差不多七年 媽媽會好像是 我們介紹一個風景的感覺 你看 他是外國人 不一樣 他沒有講過 所以我是董哥 媽媽介紹一些我們的 他們會講英文 你看 美國人 美國人 世界上有200多個國家 台灣人都會講外國人 是外國人是真的 跟他講英文 我一直在聽 跟他講... 為什麼不講英文 我給這麼多錢 我說你去補習班 你為什麼沒有跟他講英文 他開始生氣 他生氣 你過去 跟他講Hello 說Hello 來... 有... 你們知道在 說Hello Hello 我真的覺得 現在還會發生這種事嗎 我還是會有 所以所有的外國人 都會被誤認為是美國人嗎 會 而且我覺得他們會被看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不是因為他們是外國人 所以我覺得 瑞克 不是外國人 也長得很奇怪 還有吳夢 他其實他就很特別 你知道 他就算不是外國人 所以我覺得他們是感覺 他這個人很特別 有特色啊 我覺得我去土耳其 有一點難過 沒有人再誇張 我不算嗎 我記得 有人覺得有點難過 我記得有一個人他說 他在台灣交了女朋友以後 他很驚訝的是台灣的女生 交了男朋友 沒有立刻跟爸爸媽媽介紹 他說我交了一個男朋友 很多 是誰 你 只有你 還是有別人 沒有 介紹 所以你認為他不好意思介紹你 是因為你是外國人 一方面是這個 他有別的因素啦 但是我這邊不方便講 但是我也聽朋友 他剛講的啊 他應該不是唯一的一個男朋友吧 他有別的因素 他是明星 不是... 他已經有另外一個男朋友了 沒有... 你跟他媽媽也在一起 沒有 你幹嘛 我也聽很多 你有走私槍械 什麼東西 沒關係 講德文啊... 沒有 我也聽女生朋友講啊 我有一些女生朋友 他們有外國男友啊 然後他們也說我不想跟父母講 甚至台灣男友他們也不想講 不一定是因為我... 可是這可能不一定是台灣的事吧 會不會 國外不會有這種... 西方國家應該不會有這種事情 可是洛杉磯 我發現就是西方的家庭 如果假設我有一個新的女朋友 我帶她到我家裡 很正常 但是好像在東方比較少就是 我第一天交一個男朋友或者女朋友 帶她去認識我爸媽 這個好像不正常 這個在台灣算是很正式的事情了 才會介紹給自己的爸爸媽媽 對...好像... 所以不一定是不高興介紹你 是他覺得還沒有... 他覺得他父母應該比較希望 他交台灣男友 他是這樣跟我講 那一方面可能是這個原因 我懷疑還有別的 但是那是我自己的想法 所以你本身... 你一直在懷疑你的女朋友是不是 那是之前的事情啊 對啊 而且他沒有被介紹 是因為那女生還在交往別人 還有別人 我覺得那是我自己的想法 我也不想這邊亂講她的話 對 不一定... 他有時候只是覺得他... 他還不確定 因為我記得費丹 你在台灣交女友交得很順利啊 因為我以前有一個女朋友 我也是跟她一樣 就是我... 我在跟她一起一年 然後沒有認識她的媽媽爸爸 對 然後我就覺得 為什麼我不認識她的媽媽爸爸 所以我覺得 因為對一個台灣的女生 就是如果一個台灣的女生 帶一個外國的男朋友 去認識媽媽爸爸 就是一個非常認真的東西 是 對 然後如果她覺得以後就是 可能他們不在一起 她就是不會太太認識 對 所以我以前就是跟她一樣 我有一個錯覺 就是好像費丹尼 要融入一個台灣家庭 可能比賀少霞容易很多 因為她是因為黑髮黑眼的關係 對 她的五官其實 就像台灣的帥哥一樣 對 聽講話又有點台語腔的感覺 對 我覺得她如果坐在那一個飯桌上 看起來不會太特別 對 如果我是那個... 就是女朋友集中一個 這個父母親嗎 我會選擇 對 我會選擇 真的嗎 對 當你... 沒有 最可怕 瑞克絕對不可能進我家 對 好可怕喔 外國人不擅長稱讚對方 小鐘剛常說過謊言 台灣人是太喜歡被稱讚的時候 會立刻也稱讚對方嗎 對 其實有的時候會跟一些 明明就不這麼好看的人說 美女帥一個人不知道 太偷自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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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那個人明明知道自己不是很好看 不知道她帥一個美女 可是我覺得 妳在腦袋也會這樣講 妳跟瑞克從頭到尾都這樣子 對 瑞克啊 他說什麼 他說小孩子很漂亮 對 對 瑞克 真的非常不像義大利人 很不像 真的不是很懂 瑞克為什麼眼神那麼陰險 因為孫瑞克 他從頭到尾都好像在上 你是不是隨時準備還要跟人家吵架 心裡是還滿想這樣做 可是不行 你有常常跟路人吵起來嗎 我不敢 可是我會翻白眼 她有一個奇怪的事情 她有個奇怪的事情 她說她在店外面 然後老太太過來 跟她說英文她就生氣 說她是義大利人 不是我生氣 是她生氣 因為我不代言她講英文 因為我很...我受不了啦 我就說我來到你們的國家 我尊重你們的文化 你們的國家 我或多或少會加你們的語言 那你可以來尊重我嗎 我並非美國人 為什麼一定要跟你講英文 是 然後她說 你這個老外真的很丟臉 怎麼可能有老外不會講英文 我就當定的離開現場 然後完全就什麼都沒有做 對 對 對 而且我們是外國人 與本地阿姨發生爭執 對 我們不想要 跟台灣人中間 我們不想要有一個距離感 所以我們進去哪裡 一定會講中文 然後而且是 我也不太喜歡 就是我講中文 對面的人回答著英文 而且我去看醫生 我說黃先生 你好 我肚子很痛 What kind of problem do you have 我肚子很痛 Do you have any problem 他說我肚子很痛 我想要看醫生 黃先生今天在嗎 He's not here 知道嗎 我真的 堅持跟你說英文 我真的不行 有一點不會怕被撞到 車子 如果我們在地板 就是說 喔 幾乎吃 Welcome to Taiwan 你是不是在英文 喔 幾乎吃 拜託 你真的 你 are so handsome 我覺得 就一定要練習中文 沒有人在救我 大家在跟我們 台灣人很想要抓住 就去練習英文了 可是問題就是 他可以練習英文是瞭解 但是我不是美國人 跟土耳其人練習英文 大家的英文也不會很好 沒有 因為我跟你講 有的是真的怕你這個 這個中文真的不大清 因為他會用英文 真的是會擔心你 可是問題就是 他的英文也不行了 是 那他是真的有時候想練習一下 不是 真的 我遇到一個很奇怪的問題 有的時候我會... 我會問一些陌生人一些事情 然後他們就不敢講話 我講中文啊 根本沒有什麼問題 那他們說 我怕跟外國人講話 我說為什麼 我長得很可怕嗎 沒有...你很帥 那問題在哪裡 有距離感 我說 我很親切吧 但是我不習慣跟外國人講話 真的假的 那你可以習慣啊 你這樣就可以開始習慣了 你應該會發現 但是你不是一個很熱情人 我還是很不好意思 我就... 你作為德國人 真的非常活潑耶你 沒有 太活潑了 你是德國哪裡 西北部 漢堡附近的一個小城市 Runerburg 可是他還是有那種 冷漠的德國人力 他如果不願意跟我們 好好講話的話 他看起來是會有學者的 對 我看起來很冷漠 所以一開始我來台灣 很多人跟我說 我以為你是一個不熱情的人 你看起來很冷漠 很生氣 你走路的時候 看起來很生氣 我就這樣子 可是他講話真的 比較像美國人 他很不像我認識的德國人 我也不是很像德國人 是 了解 有一次我去掛那個急診的時候 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 你去哪裡 掛 急診室 對 因為其實他們是路人 也罷了吧 可是如果醫生你這麼說 那就...那就不得了 這種發音真好耶 親身都有出來耶 你知道為什麼 有一次我去那個急診室 醫生他不敢看藥給我 因為他給我看那個東西 他不相信我試字 所以他跟我說不行 你要先去外面 去找一個朋友回來 我跟他解釋 你要怎麼用這個藥 他不放心你的中文 他不放心 可是我跟你說我試字 我為什麼要騙你 我真的不懂 台灣很少說試字這兩個 對啊 試字這兩個 好久沒見到 但是你接著他問我會看中文 他可能就... 我覺得他學的中文 是不是很古典啊 很古典 你爸爸前世今生的東西 我發現我剛來台灣的時候 很多台灣人會嚇我的中文 說 哈囉 你是從哪裡來的 從哪裡來的 那個還是放進去 但是我剛開始覺得很煩 但是我後來把它變成一種鼓勵 就是鼓勵我 就是把我的中文更標準 是 馬格力他講了一件我們 講話的習慣事情 我也覺得很意外 對 他說台灣人是太喜歡 被稱讚的時候 會立刻也稱讚對方嗎 對 這個不好嗎 這個對我來說是感覺很強 所以你在台灣就是說 你說你好漂亮 他就會立刻說你也好漂亮 對 他說沒有...沒有你漂亮 沒有你手 沒有你美 他就是馬上比如說我講一個 讚美的一件事情 你今天很漂亮 還是你今天的精神超好 他立刻還給我三個 四個 那在我們那邊是不可以的 就我們覺得很假 所以說在你們那邊 如果有人說你漂亮 你就謝謝 真的嗎 必須要真的很漂亮 對啊 你這個醜八怪 OK 所以有的時候會跟一些 明明就不怎麼好看的人說 美女帥哥 我覺得他們在諷刺他 還是在諷刺他 對... 我覺得那個人明明知道 自己不是很好看的 你一直聽到他帥哥美女 可是我覺得 你們老外也會這樣講啊 你知道瑞克 從頭到尾都這樣講 誰 瑞克啊 他說什麼 他都小孩子很漂亮啊 漂亮 對啊 他不是也沒講詩詩 我發自沒信了 請問美國講英文的時候 難道不要互相稱讚嗎 很簡單就是說謝謝 就這樣子就可以接受 巴西也是這樣嗎 對 也是一樣 跟美國一樣 對 如果你說不一樣的 好像你愛自己 你說對啊 謝謝 我知道 OK 對啊 我的頭髮很漂亮 所以你要回稱讚別人啊 對 謝謝 一點點就好了 一點點就好 他說一點點的意思 可能就是要說你人真好 日本呢 日本一定會 日本是不是就生季節 如果說你很帥 對 先不要 不會... 你晃好一點點兒子 所以日本也不稱讚回去嗎 不會不會 瑪格莉特 你說台灣人說 謝謝也說太多嗎 太多 真的是 那就可能有的時候 已經要離開了 可是又忘了一個東西 有可能謝謝... 恭喜幫我發大不同 從Elmer告訴你 康永小位在 有一個人說 我們台灣走路非常慢耶 誰說的 因為 不要很快一上課 所以我當然就是比較快 是 可是有同學 我們在那邊很忙很慢很慢在做 然後我就 為什麼這樣 西班牙人走路比我們快嗎 快很多 西班牙人走路 而且妳們根本都不上班啊 妳們下午比較快 睡覺 然後妳會坐回來就是 回去睡覺對不對 妳說台灣做捷運的時候 本來會排隊 可是車門一開 大家就衝進去嗎 對 對 我覺得這個 排隊的目的 不是要照那個順序進去 可是他們不會 就是可能旁邊有兩個 兩個就是 OK 這邊排隊 對 都會先讓裡面的人先出來啊 沒有... 都不然裡面的人先出來 捷運的選導 是要讓裡面的人先出來 對... 排隊的人會要搶位置 看到前面有空位的話 然後就是裡面的人還沒出來 他們直接就這樣衝進去 你說現在是這樣嗎 現在會這個樣子的 那怎麼辦 沒有怎麼辦 你也真的衝進去嗎 沒有 我會... 如果我是排第一個 我就會等 可是後面的人就會 所以裡面沒出來的人 這樣很困擾啊 他就被擋進去 是啊 但是進去的人就會很習慣 在兩側 就是從兩側邊邊擠進去 所以要擠出去的 要從中間出去是不是 其實很多等電梯也會這樣 電梯的人還沒出來 他就直接擠進去 直接擠進去 對 台灣人有沒有坐電梯的時候 很喜歡按關門嗎 這是我們... 這是我們嗎 是日本不按關門嗎 不會 那我一進去 然後沒有人 就立開關門讓他們關門 台灣人是比較即興是不是 那個電梯堤也是 我第一次來台灣的時候 電梯堤很快 我就上去 電梯堤很快 電梯堤很快 很可怕 不是 想說更快 香港我已經快到了 這跌倒了 可是有一個人說 我們台灣走路非常慢耶 誰說的 我本來在台灣在福大 我是交換學生 然後因為我要很快上課 所以我當然就是比較快 是 就是有同學 他們在那邊很忙很忙很忙在做 然後我就為什麼這樣 西班牙人走路比我們快嗎 快很多 西班牙人快咧 沒有啦 快上回家 我們家是比較羅門 而且走路比較快 而且你們根本都不上班啊 你們下午嗎 不是睡覺 我們邀請快做 做未來就是 你們要想回去睡覺對不對 還是睡覺 而且我在一集運 也有另外一集 背心還要講我慢 我自己的手 三個下方不懂的是四個 吳鳳 你有一個戲要演了 對 我們有一個新的表演 這是什麼樣的表演 其實這個是跟中西合併 我們把這個台灣的文化 然後台灣的那個模仿秀 然後那個西方的脫口秀 然後那個日本的漫才 融合在一起編成 90分鐘的表演 然後呢 我們希望讓大家 90分鐘笑到不行 然後呢 就是很多不同的表演 我們在台灣的台北 然後呢 台中跟高雄要演出 希望大家會來多多支持 我們的這個高校之門 Funning Man 孫順熙出新專輯 然後妳是中文是從小就會 所以妳唱中文歌完全沒問題 其實我來到台灣 是我爸爸希望我來到台灣 發展看看 因為他也曾經 他的夢想在這邊 妳的爸爸像 對 想要當助唱歌手 因為他在這邊讀大學 成功了沒 沒有 因為家裡反對吧 然後他的同學是一位 非常有名的歌手 誰 江憶恆 對 所以他希望我可以變成... 妳爸爸的歌聲 比江憶恆的歌聲怎麼樣 妳爸爸唱得怎麼樣 對不起爸爸 所以他沒有當成是應該的 所以他爸爸一輩子都恨著江憶恆 所以他會教我彈吉他這樣子 所以是妳在完成妳爸爸的願望 有點是 然後我也想要真的在這邊發展看看 希望妳的專輯成功 謝謝 然後還有音樂會 我在8月8號會有 C You Sun音樂會 所以大家如果有空的話 歡迎來到我的音樂會 好 所以希望妳們在台灣 繼續愉快地生活下去 好 下次再來玩 謝謝 謝謝